新世界 灵性的觉醒 第九章 你的内在目的 一旦不需要考虑生存的问题之后 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就成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觉得困在每日生活的例行公式当中 生命的重要性受到了剥夺 有些人相信他们正在错过生命 或是已经错过了生命 还有人觉得深受工作要求 养家糊口 金钱和生活状况的约束 有些人深陷于极端的压力中 有些人则觉得生活极度无趣 也有人迷失在疯狂的行为当中 而有些人则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 很多人向往金钱富足所带来的自由和海阔天空 有些人虽然已经享受到富足所带来的相对自由 却又发觉即便如此 他们的生活仍然了无意义 对于寻找真正的目的这件事 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但是真正的或是主要的生命目的 并不能在外在层次中求得 它和你所做的事无关 而是和你的本质有关 也就是说和你的意识状态有关 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了解 生命具有内在目的和外在目的 内在目的与你的本体有关 而且是最主要的 外在目的与你的作为有关 而且是次要的 虽然这本书谈的主要是内在目的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 也会讨论如何使你生命中外在和内在目的 和谐一致的问题 然而 内在和外在是如此紧密的相连 你几乎不可能只谈一个而忽略另一个 你的内在目的是觉醒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目的对地球上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就是人类的目的 你的内在目的 是整体目的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所谓整体 包括了宇宙及其萌生中的智性 你的外在目的会随时间而改变 也会因人而有很大的差异 找到你的内在目的 并且活出和它的一致性 是你成就外在目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它也是真正成功的基础 当然就算没有这个一致性 你仍然可以经有努力 奋斗 决心 下苦工或是投机取巧而有所成就 但是在这些努力当中却没有喜悦可言 而且无可避免的会以某种形式的受苦作为结束 觉醒 觉醒是意识的转化 在其中 思想和觉知是分开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 它不是一次性的事件 而是他们经历的一个过程 对于那些少数经历到突然的 戏剧化的以及看似不可逆转的觉醒经验的人来说 他们还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好让新的意识状态逐渐流入 并且转化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然后整合进入生活当中 当觉醒的时候 你不会再迷失在思想当中 而能体认到 其实你就是思想背后的觉知 自此 思想不再是那个自我服侍 self-serving的自发活动 占有你并且控制你的生活 觉知取代了思想 思想无法再掌控你的生活 它成为觉知的仆人 觉知就是与宇宙智性 Universal Intelligence有意识的连结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临在 有意识而无思想 觉醒过程的开始 要仰赖恩典的行动 你不能促使它发生 或是预先准备好迎接它 或是累积功德来得到它 虽然我们的头脑非常热衷于此道 但是觉醒不是靠一个 循序渐进的理性步骤可以达到的 你也无需先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他可能先降临在罪人身上 而不是圣者身上 不过这都不一定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和各式各样的人来往 不是只限于受尊敬的人 对于觉醒 你什么都不能做 无论你做什么 都可能会是小我仕途要把觉醒 或者开悟加入它最有价值的收藏品行列 以便让自己更加重要 并且更为壮大 你把觉醒这个概念 或是一个觉醒 圣后开悟者的形象 加到心智当中 然后试着活出那样的形象 而忘却了觉醒本身 想要活出一个 你家住在自己身上 或是别人给你的形象 是非常不真实的生活 这也是另一种小我扮演的无意识角色 既然无法做什么而达到觉醒 而且它不是已经发生了 就是还没有发生 那么 它怎么可能成为生活的主要目的呢 所谓的目的不就意味着你可以做什么吗 只有第一次的觉醒 第一次对有意识而无思想的一瞥 是需要恩典才能发生的 在你这里不需要任何作为 如果你觉得这本书无法理解 或是聊无意义 那么 你的觉醒就还没有发生 然而 如果你的内在对本书产生了一些回应 如果你多少能体会一些其中的真理 就表示觉醒的过程已经展开 这个过程一旦开始了 就不可逆转 但是可能会被小我拖延 对某些人来说 光是读这本书 就会启动觉醒的过程 对其他人来说 这本书的功用就是帮助他们体认 自己已经开始觉醒的事实 并且强化 加速这个过程 本书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 当内在的小我 试图重新掌控并且阻碍觉知升起的时候 帮助人们辨识出来 对一些人来说 觉醒的发生是当他们突然觉察到自己的习惯性思维时 尤其是那些他们已经认同了一辈子的持续性负面思想 突然间 他们心中会生起一种觉知 这种觉知能够觉察到这些思想 但却不是他们的一部分 觉知和思考的关系是什么呢 觉知是思想所在的空间 当这个空间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时候 就是觉知 当你瞥见了觉知或是灵在 马上就会知道的 那时 它就不再是脑袋中的一个概念而已 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有意识的选择 保持灵在而不沉溺于无用的思考之中 你可以邀请灵 在进入你的生活中 也就是说 腾出空间来 觉醒的恩典来到之后 也带来了一些责任 你可以试着继续过你的生活 好像没事发生一样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 并且体认出 这个正在扬生的觉知 可能是发生在你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向着这个正在萌生的意识打开你自己 把它的光带进这个世界 并让它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目的 我要了解神的心智 The Mind of God 爱因斯坦说 剩下的都是细节 神的心智是什么 就是意识 了解神的心智是什么意思 就是去觉知 所谓的细节又是什么 就是你外在的目的 和外在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 当你可能还在等待一些重要的事情 在你生活中发生时 你也许还不了解 每个人身上可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 早已经发生在你的内在了 也就是 思考和觉知分裂的过程已然展开 对很多正在经历初期觉醒过程的人来说 他们已经不再确定自己的外在目的究竟是什么 驱动这个世界的力量已经无法再驱使他们了 当认清人类文明的疯狂之后 他们可能会觉得与周遭的文化格格不入 有些人会觉得 他们好像住在两个截然不同世界之间的无人之地 他们不再被自己的小我主宰 但是正在扬生的觉知又还没有完全整合进入生活之中 内在和外在的目的尚未合而为一 一段关于内在目的的对话 下面的对话是从我和许多人的谈话中揭露出来的 这些人都正在寻找真正生命的目的 当某些东西能够表达你内在最深的本体 并且与之共鸣 同时又能与你内在目的一致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是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引导这些人 开始就先去注意他们的内在目的 也就是最重要的目的 我想要做一些生活上的改变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要什么 我要发展 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而且是的 我要金钱的富足和他所带来的自由 我想做一些重要的事 一些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的事 但是如果你问我究竟要什么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你能帮我找出生命的目的吗 你的目的就是坐在这里跟我说话 因为这就是你目前所在之处 而且就是你正在做的事 直到你起身去做别的事为止 然后那件事又会变成你的目的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 坐在办公室里 直到我退休或是被解雇 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办公室里 所以那就不是你的目的 当你真的坐在你的办公室里做事 那么那些事就是你的目的 不是接下来的三十年 而是现在 我想我们可能有些误解吧 对你来说 所谓目的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对我而言 目的指的是在生命中的总体目标 一个远大而且重要的目标 可以让我做的事变得有意义 一个可以带来一些改变的目的 坐在办公室里翻动文件 不是我所谓的目标 这一点我很清楚 如果你没有觉察到你的本体 那么你就只能在作为 doing和未来的向度中寻求意义 也就是说 在时间的向度中寻找 无论你找到的是何种意义和满足 最终都会瓦解或是变成一种谎言 同时一定会被时间摧毁 在那个层次所找到的任何意义 都只是相对的 暂时的真实 比方说 如果养育孩子给你的生命带来意义 那么当他们不需要你 甚至不听你话的时候 你的意义会怎样呢 如果帮助他人给你生命带来意义 你就得期望别人要始终比你差 如此 生命才会持续有意义 同时才会对自己感到满意 如果出类拔萃的欲望 或是在某种活动上的成功 会为你带来意义 那么 如果你无法获胜 或是你制胜的运气 有一天到了尽头 总是会的 那又如何 到时候 你就必须仰仗你的想象力 或是记忆来寻找意义 而想象力和记忆 都是无法为生命带来满足的 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 所谓做到了 都是相较其他成千上万的人 都做不到 才会显得有意义 所以你需要别人失败 你的生命才会有意义 我并不是说 帮助他人和照顾小孩 或是在各个领域中追求卓越 都是不值得去做的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 这些都是他们外在目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 如果纯粹只有外在目的 那它始终是相对的 不稳定的 而且是无常的 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参与这些活动 而是说 你应该让这些活动与你内在的 主要的目的有所连结 如此一来 更深层的意义才会流入你所做的事情当中 如果你的生活无法与主要目的一致 那么 无论你追求的目的是什么 即使是在地球上创造天堂都会是出于小我 或是被时间所摧毁 这种情况迟早会导致某种痛苦 如果你忽视了内在目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即使看起来是有关灵性方面的事 小我都会承虚而入干涉你做事的方式 所以最终 你做事的方式会破坏你的目的 常言道 地狱之路是好的意图铺起来的 就是指出了这个真理 换言之 你的目标或行动不是主要目的 重要的是 它们是出于何种意识状态 完成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一个新的实相 一个新世界奠基 一旦基础奠定了以后 你的外在目的就会满在灵性力量 因为你的目标和意图都会与宇宙进化的脉动一致 你的主要目的之核心思考和觉知的分离 是经由时间的消失而发生的 当然 这里指的不是时间的实用性质 例如 和他人约定时间或是安排一个旅程 这里指的不是钟表时间 而是心理上的时间 所谓心理上的时间 就是我们心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习惯 在无法寻求圆满的未来之中 追寻生命的圆满 同时忽略唯一可以进入圆满的那个点 当下时刻 当你把所作之事或是所在之处视为人生的主要目的的时候 时间就消失了 这会赋予你极大的力量 在做事的时候让时间消失 也会连结内在目的和外在目的 并连结你的本体和你的作为 当你让时间消失时 同时也让小我消失了 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做得非常好 因为做本身已经成为你注意的焦点了 你所做的事就会成为意识进入这个世界的管道 这意味着你所做的事情就会有一定的品质在其中 即使是最简单的一些行为 像翻电话号码布或是穿过这个房间 翻页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翻页 第二目的是去寻找电话号码 穿过房间的主要目的就是穿过房间 第二目的是去房间的另一边拿一本书 当你拿起那本书的那一刻 拿书又成为你的主要目的了 也许你记得我们稍早谈到的时间的矛盾 你所做的事虽然需要时间 但是它总是发生在当下 你的内在目的就是让时间消失 而你的外在目的一定会牵扯到未来 所以没有时间就无法存在 但是它始终都是次要的 每当你感到焦虑或是压力时 外在目的就已经接管了 你也因而忽略了你的内在目的 同时 你忘记了你的意识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而其他的都在其次 像这样的生活难道不会阻止我去成就某些大事吗 我害怕此生将永远纠缠在琐碎的小事上 就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我担心我永远无法从平庸中超脱 永远不敢去成就伟大的事业 不能发挥我的潜能 伟大的事情其实是从那些受尊重和被关注的小事中产生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小事组成的 伟大是一个抽象的心理概念 也是小我最喜欢的幻想 矛盾就在于 丰功伟业的基础就是尊重每个当下的小事 而不是一心追求崇高伟大 当下时刻的事始终都是小事 因为它们都是很简单的 但是在其中却蕴含了最大的力量 就像原子 它是最小的东西 但是却拥有极大的力量 只有当你和当下时刻一致的时候 才能够得到那股力量 这么说也许更真切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那股力量才能接触到你 并经由你而来到这个世界 当耶稣说 不是我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天父座的时候 指的就是这股力量 他还说 从我自己不能成就什么焦虑 压力和负面心态 会让你远离这个力量 然后 你和主宰宇宙的力量 是分裂的这个错觉又会回来 你感觉自己又是孤单一人 永远都在为一些事情挣扎 或试图要成就某些事情 但是为什么焦虑 压力和负面心态会发生呢 因为你转离了当下时刻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 因为你以为别的东西更重要 你忘了你的主要目的 一个小小的错误 一个错误的认知 创造了一个受苦的世界 经由当下时刻 你能汲取生命本身的力量 传统上那个力量就叫做神 只要你转离了他 神在你的生命中 就不是一个实相了 然后你所剩下的 就是神的一种心理概念 有些人相信这个概念 有些人不信 即使你说相信神 这种相信 也只不过是一个差劲的替代品 替代了神在你生命中 每一刻显化出来的 活生生的实相 与当下时刻完全和谐一致 是否意味着所有活动的停止 任何目标的存在 是否意味着 与当下时刻的和谐状态 将会暂时瓦解 而当目标达成后 再与当下时刻 在一个更高或更复杂的层次 重新达成和谐 我可以想象一株从土壤中 钻出来的小树苗 是无法和当下时刻 完全和谐一致的 因为它有一个目标 它要长成一棵大树 也许一旦它成熟之后 就会与当下时刻 达到和谐的状态 小树苗什么都不需要 因为它是和整体 totality合一的 而这个整体经由它而行动 看看野地里的百合花 是如何生长的 耶稣说 它们既不劳苦 也不仿现 但即使所罗门王 极其荣华的时候 他身上所穿戴的 都还不如它们呢 我们可以说 那个整体 也就是致意生命 life 要那个小树苗成为一棵树 但是这个小树苗并不是它自己 与致意生命是分离的 因此它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它与致意生命所要的是一样的 这就是它既不担忧 也不焦虑的原因 而如果它早邀了 它会安详地死亡 它沉浮于死亡 就像它沉浮于生命一样 它可以感受到 即使有些不明就里 它是深植于本体之中 也就是那个无形的 永恒的 致意生命之中 就像中国古代道家的圣人一样 耶稣喜欢吸引我们 去注意大自然 因为在大自然中 他看到一股人类 已经失去联系的力量在运作 那就是宇宙的创造力 耶稣接着说 连简单的花朵 神都将它们装扮得如此美丽 那么神为你的装扮 将不止于此 也就是说 既然大自然是宇宙进化 脉动的美丽彰显 当人类能够与蕴含其中的 智性一致时 就会在一个更高 更奇妙的层次 把同样的脉动彰显出来 所以 经由诚实地面对内在目的 诚实地面对生活 当你能够临在 并完全投入所做的事情当中时 你的行动就会满在灵性的力量 刚开始 在你做的事情中 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改变 只有做事的方法可能会改变 你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当下时刻 让意识流进所做的事情之中 次要目的 就是你打算经由所做之事而达成的目标 在过去 目的这个观念始终与未来有关 而现在 更深一层的目的 只能经由拒绝时间 而在当下求得 不论你在工作场所或是任何其他场合 与人相见时 请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如此一来 你在那里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而已 而是觉知的场域 Filled 一个警醒而临在的场域 一开始和某人互动的初衷 例如买卖东西 交换资讯等等 现在都变成次要的了 此时 在你们彼此之间形成的觉知场域 就成为来往互动的主要目的了 觉知空间 比你们谈论的内容更重要 也比实体或思想的对象来的重要 人的存在变得比世上所有事物都重要 这并不表示 你忽略在现实层面上应该做的事情 事实上 当本体的向度 被体认到 而且成为最主要的目的之后 你不但比较容易施展你的作为 同时也会更有力量 这种在人们之间所生起的联合 Unifying觉知场域 就是新世界里人际关系当中 最重要的因素 成功的概念只是小我的幻象嘛 我们该如何评估真正的成功呢 这个世界会告诉你 所谓成功就是成就你原来打算做的事 这个世界告诉你成功就是获胜 同时赢得世人认同和繁荣富足是成功的主要成分 以上所提到的或是其中的一部分 都只是成功的副产品 不能算是成功 传统的成功概念指的是你所做知识的结果 有人说成功是综合了心情 工作和运气 决心和才能 或是天时地利结合的成果 以上这些或许是成功的关键 但不是成功的精益 这个世界没告诉你的事 因为它不知道 你不可能成为成功的 你只能是成功的 如果这个疯狂的世界告诉你 成功并非成功的当下时刻 而是另指它务实 可别听信它了 那么成功的当下时刻又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你的所作所为 即使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都要有一种品质感 品质意味着关切和关注 它们都是伴随觉知而来的 品质需要你的灵在 比如说你是个商人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之后 终于排除万难 推出一套热卖又大赚的产品或服务 这样算成功吗 以传统的观点来说 是的 但事实上 你花了两年时间 以负面的能量污染你的身体和地球 让自己和周遭的人都同受其害 同时也影响了很多宿昧平生的人 这些行为背后的无意识假设事 成功是个未来的事件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手段的充分理由 但是 结果和手段是一致的 如果手段不能替人类的幸福快乐做出贡献 那么结果也不会 这个结果其实和导致结果的行为是无法分开的 已经被这些行为所污染了 同时会创造更多的不快乐 这是一个有业力的行为 在无意识中永远存在的不快乐 如你所知 次要或是外在的目的存在于时间的向度之中 而主要目的是与当下密不可分的 因此需要让时间消失 若要将两者协调一致 就必须了解到 整个人生的旅程 最终都是由当下这一步所组成的 始终就是只有这一步 所以 应该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注其上 这并不是说 你无需知道你的方向 而是说 当下这一步才是首要的 而终点是次要的 到达终点以后所遇到的事情 咀嚼于当下每一步的品质 换一种方式来说就是 未来为你所准备的东西 咀嚼于你当下的意识状态 当你的作为中 充满了本体的无时间性的品质 那就是成功 如果本体不能流进你的作为之中 如果你无法临在 你会在所做的事情当中 在思想当中 在你对外在发生之事的反应当中 迷失你自己 你所谓的迷失你自己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真实身份的本质就是意识 当意识你完全认同与思考 以至于忘记自身本质的时候 意识就在思想迷失了自己 当意识与心理情绪 mental emotional的组成因子 如欲求和恐惧小我的主要驱动力 认同的时候 它就在这些成因中迷失了自己 当意识与人们对于事件所产生的行动 和反应认同的时候 它也会迷失自己 那时候 每个思想 每个欲望或恐惧 每个行动或反应 就会与一个错误的自我感融合 而错误的自我感 无法感受本体的单纯喜悦 所以会寻求欢愉 有时甚至会寻求痛苦 以取代本体的喜悦 这就是遗忘了本体之后的生活状态 在那种遗忘自身本质的状态下 每个成功都不过是过眼错觉 无论成就了什么 很快的你就会再度失去快乐 或是新的问题和困境又会完全地吸引你的注意力 我该如何以了解内在目的为出发点 而找到我在外在层次中所应该做的事情呢 外在目的因人而有极大的差异 而且不会永远持续 外在目的受制于时间 然后会被别的目的取代 而且认真的投入内在目的 就是觉醒之后 外在生活环境因而随之改变的程度 也是各有不同 对某些人来说 他们会突然地或是逐渐地与过去的事物分离 例如工作 生活情境 人际关系等 每件事都会发生深远的改变 有些改变可能是他们自己主导的 不是经由痛苦的决策过程 而是经由突然地领悟或认知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 可以这么说 这个决定来的时候是已然生成的了 它来自于觉知 不是思考 有一天早上醒来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有些人会自然而然地决定 离开一个病态的工作环境或是生活情境 所以 在找出外在层面中什么是适合你的 什么是行得通的 什么是与觉醒意识相融的之前 或许你应该先找出哪些是不合适的 哪些已经行不通了 还有哪些已经与你的内在目的无法相融了 一些外在的其他改变可能突如其来的发生在你的身上 某个巧遇可能为你的生活带来新的契机和发展 某个由来已久的障碍或是冲突瓦解了 你的朋友可能陪伴着你一起走过这样的内在转化 或是逐渐远离你的生活 有些人际关系烟消云散 有些则更加深厚 你也许会被公司解聘 或是成为工作地点正面转变的原动力 你的爱人也许会离开你 或是你们会提升到一个新的亲密层次 有些改变表面上看似负面 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 其实你的生命正在腾出一些空间 让好心的事物出现 也许你会经过一段不安全感和不确定的时期 你会自问 我该怎么办 既然小我已经不再操控你的生活 你对外在安全感的心理需求也会减低 因为那种安全感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 你能够与不确定性共处 甚至乐在其中 当你可以和不确定性安然共处时 无限的可能性就在生命中展开了 它意味着 恐惧已不再是决定你该做什么事的重要因素 它也不会再阻碍你采取行动以寻求改变 罗马哲学家塔西陀特塞特斯的观察十分正确 他说寻求安逸的欲望阻碍了每颗伟大而高贵的进取心 如果你无法接受不确定性 它就会转化成恐惧 如果你能完全接受 它会转变成更多的活力 警觉心和创造力 很多年前 由于内在强烈的驱策 我放弃了世俗认为有前途的学术生涯 一脚踏入了完全不确定的生活 数年之后 我又从这种不确定的生活中 摇身一变成为心灵导师 又过了一段时间 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那股曲策力再度来临 促使我放弃了英国的家 搬到北美的西岸 虽然当时我完全不知道理由 我还是顺从了那股曲策力 在我进入不确定生活中之后 当下的力量这本书问世了 大部分的内容是在加州和英属哥伦比亚完成的 而我在这两个地方都没有自己的家 我几乎没有任何收入 只靠积蓄为生 很快就坐吃山空了 但事实上 每件事都完美的各就其位 我在著作快完成的时候 花光了所有的钱 我买了一张乐透彩券 中了一千美元 又让我维持了一个月 然而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外在环境的剧烈变化 在极端的另一头 有些人停在原地不动 继续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 对这些人来说 只有做事情的方式好改变 而不是所做的事情what改变 这不是因为恐惧或是惰性而造成的 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让意识进入这个世界的完美载体 不需要别的了 这些人同样也为新世界的萌生做出了贡献 每个人不都该是这样的吗 如果成就内在目的就是与当下时刻合一 那怎么会有人觉得 必须从目前的工作或是生活的情境中离开呢 与当下如是what is 合一 并不表示永远不再改变 或是无法采取行动 而是采取行动的动机 是源自于一个更深的层次 不是源自于小我的贪求或恐惧 内在与当下时刻一致会开启你的意识 并且让意识与整体的whole一致 在这个过程中 当下时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整体也就是生命的完整性 就会经由你而展现 你所谓的整体是什么呢 一方面 整体包括了所有存在的事物 它就是这个世界或宇宙 但是所有存在的事物 从微生物到人类 乃至银河系 并不是全然分离的事物或实体 而是一个互联的 多向度网络的一部分 有两个原因让我们看不见这个一体性 而且是所有事物为分离的 其一就是感知 perception 我们的感知把实相缩小为我们的感官 所能接收到的事物 也就是我们看得到 听得到 闻得到 常得到和触摸得到的事物 但是当我们只是去感知 而不去诠释或贴上心理标签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在感知中 加上思想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在这种 万物都看似分离的感知之下 感受到更深一层的联系的 另一个造成分离幻象的 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强迫性思考 当我们困在不停歇的 强迫性思想蓄留之中时 宇宙就因我们而崩解了 而我们也丧失了 得以感受万事万物相连的能力 思想把现实切割成无生命的碎片 而正是这种对现实的分裂观点 导致了极端无知和毁灭性行为的发生 然而 对于整体来说 还有一个层次 比万事万物都是互联的这个层次更深 在那个更深的层次中 所有的事物都是合一的 它就是源头Source 为显化的致意生命 这个永恒的致性 显化出在时间中逐渐展开的宇宙 所谓的整体 是由存在和本体 也就是显化的和未显化的 这个世界和神所组成的 因此 当你和整体一致之后 就成为整体与其目的互相连结当中 有意识的一部分 也就是意识进入世界的显现 结果 很多及时的帮助会自动出现 机缘巧遇 各种巧合以及许多同步性的事件 Synchronicity接踵而至 卡尔荣格卡尔用称同步性事件为 无因果关联的法则 意思就是 发生在我们生活 十项表层的种种同步性事件之间 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有一种智性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表象之下运作 同步性事件就是这个智性的外在显化 也是我们心智无法理解的一个更深层的联系 但是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参与那个智性的展现 那个智性就是绽放中的意识 大自然与整体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合一状态 举例来说 这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的大海啸灾难中 几乎没有任何野生动物伤亡 它们与整体联系的程度比人类高 所以在人们看到或听到海啸之前就有所感应 因此 有充分的时间撤退到高地 这种观点也许也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的 因为动物们很可能就是自然而然地转移到高地 不为什么 为了某种理由而做事 是心智与现实切断联系的方式 而自然界却是无意识地与整体合一的 人类最终的目的和命运就是 借由生活在与整体有意识的合一之中 与宇宙智性有意识的协调一致 将新的向度带进这个世界 整体能够利用人类的心智来创造事物 或是促成与其目的一致的情况吗 是的 只要有灵感inspiration 原意是在灵性之中 inspirit以及热忱enthusiasm 原意是在神之中 就会得到 以凡人的微薄之力 无法获制的创造力 张杰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